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里简直比死还难受 对不起 没事 都过去了 你知道吗 发生那场火灾之后 我以为你死了 我就去北京任教 一举就是十几年 一直到前些日子才回来 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认为你已经离开了 我心也死了 我不愿意留在这伤心里 怕处境生情 我更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跟着你走 文婿 你怎么那么傻 傻的人是你 你老是这样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你看我们这个样子 像不像当年去找水源的时候 掉到山谷的模样 是啊 当时 眼狗还追着我们 在山上又凉又恶 当时我还以为 我们真的会死呢 不过 如果我们真的死了 我想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吧 至少 再也没有人能够拆散我们 没有人啊 没有人啊